法令也不對,價值觀也不對,社會的價值觀更是怪異 好,現在開始講,我們怎麼辦 跟各位講了這麼多壞消息,總是要給各位一點希望 這個政策,這麼重要的政策也不曉得怎麼樣從天上掉下來 本來是三都,由於突然變成五都 從來沒有經過辯論就通過了 台灣是很奇怪 一些不怎麼樣的議題,大家吵了個鑰匙 這個是動搖國本的東西,就通過了 Take it for granted,就通過了五都 五都是高碳足跡的,五都是非常危險的 從防災的觀點,從潛能減碳的觀點 從防洪的觀點,從水資源調配的觀點 完全錯誤,沒有一件事就是對的 剛剛講,我們的腳底下沒有一個地方是安全的,不是斷層 所以我們是全世界銀行評估裡面,我們是最危險的國家 你把所有的籌碼,所有的人都集中在這幾個籃子裡面 萬一,921的地震發生在台北,我們就癱瘓了 萬一石能水庫垮了,我們就癱瘓了 所以最聰明的做法是把民眾平均分身在我們的西部平原 這是最聰明的做法,過去做不到現在很簡單 現在高鐵台北台中45分鐘,台北到高雄一個小時45分鐘 荷蘭整個國家沒有一個超過一百萬人口的都市 我們有什麼必要,需要把人放在這三個路程裡 所以我假如是總統或是行政院長 我要解決北台灣的原車問題,太簡單了 半個行政院簽到台中去就解決了 你簽到半個行政院,這個產業就跟著走到一半 人口少掉兩百萬,我們台北人都會很高興 因為房地產,房價降下來了,也不堵車了 所以生活環境品質都變得很好 為什麼知道台中? 因為整個大甲基,水汽的水幾乎是沒有用的 所以台中有它的capacity 台中起來就把南部整個帶起來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政策 不談就是五都,五都是個錯誤的政策 所以呢,從氣候變遷談的是國土規劃 水資源管理只是一個非常小的一環 我們要談到營業政政,農業政政,農業政政 所以這個東西,你說台灣會不會做得到? 當然做不到 為什麼?因為台大都做不到 台大都做不到 我們幾年前,我們的城鄉所的夏老師 夏素九,跟黃紅所的余佑華 余教授,翠早李士誠,李校長 要成立一個叫做永續發展學院 就是校長反對 校長反對 就這個東西,在台大就跨了好幾個學院 那我們要是沒有這樣的一個discipline 學生沒有這樣的一個訓練 當然就沒有這樣的功課 當然就沒有這樣的法令 所以我記得三年前,我去城鄉所演講 城鄉所都知道是我們台大的troublemaker 最難搞的一個時候 我就去跟他們講 我說啊,各位同學 謝謝你們這麼關心台北線 他們認為,他們把我們樂生療養院整個包起來 搞得我們交頭爛了 他們去搞西州部落,也把我們搞得交頭爛了 我說你們關心這個樂生療養院 我們非常感謝你們 但是我要是你們的話呢 我去包圍校長辦公室 要求課程改革 這個是很serious的問題 因為假如台大不改 台灣是不會改的 台灣是不會改的 因為呢 我們在學的這一行 我們在學的東西 我不曉得你們學的東西怎麼樣 我們在學的東西 跟我在當學生的時候 教的東西是幾乎百分之九十是一樣的 我們已經趕不上 現在的 這些所有的問題 所以各位同學 你們要把自己的feel再看廣告一點 因為未來沒有說一個戲所出來畢業 你就可以解決問題 沒有了 都是跨了戲所 這張圖就告訴我們 未來 海平面上升以後 突然開始炎化了 我們在江南平原突然開始炎化了 所以呢 荷蘭人開始做什麼 開始研究奈岩的作物 大家很好奇說 屏東為什麼要種黑珍珠 因為黑珍珠是唯一的奈岩作物 屏東現在從海岸線 離海岸線五公里的地下的水井 抽出來的水已經是鹹水了 所以屏東平原除了黑珍珠 他什麼也不能做 江南平原是我們的古倉 江南平原這樣地上也繼續抽下去 有一天抽出來是鹹水的時候 我們也完蛋了 我們只能吃黑珍珠過日 所以從今天開始 是不是從今天開始 事實上是從很久以前 我們的農委會 就必須要開始研究 奈岩的作物 所以全球機構變先必須要談到 那樣的一個氛圍 不是說就是丟給我們水利署 丟給我們水利工程師 我們水利工程師 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所以呢 剛剛講的 事實上裡面的水的循環在利用 這裡面在供需位 這裡面在供需位 就放了好幾個水 供水虛水 事實上我們一直忽略這件事情 治理方法 政府機構跟金融工程 這個東西是我們不熟悉的 事實上你所有的政策 到了最後就是 誰輸錢 誰來做 關鍵都在這裡 我們永遠在談這裡 這裡沒有用的 這裡不解決問題 是的 這裡 金融 所以我的標題是 只要各位同學還記得 我的標題是什麼 Integration Coherence Governance 誰來整合 誰來協調 誰來投 你不談這個東西 是白談的 這個東西 很抱歉 政治系跟法律系都很懂 我們不懂 OK 我們不懂 所以南京大學 去年成立一個叫做 全球氣候並肩學院 他們找了誰來當立的 他們找了他們國家最能幹的 經濟的院士來組織 對 找了一個工程師就免談了 因為我們不懂 所以我就提出了一個東西 總的治水方案 是什麼呢 行政立法工程圈 老公主規劃 事實上工程只是其中一小塊而已 而且關鍵絕對不會是在工程 所以我現在開始呢 談出提出一個方案 我們去看荷蘭人怎麼做 荷蘭人在50年代呢 全國發了一次大選 發了一次大選 全國死掉一千八百的人 比二次世界大戰史的人還多 他們說那怎麼辦 他們就開始做所謂的三角度工程 要做三角度工程 他們把他們全國呢 都用這麼龐大的工程把它給 整個給保護起來 這是他們過去認為他們最大的驕傲 他因為要做這個工程 他們就開始設研究機構 開始設水利試驗所 開始研究海象 開始研究所有的東西 所以他們因為這個crisis 變成世界的水利王國 他們真的是水利王國 但是他們呢 現在大陸的水利部 一年要派一百個學生到荷蘭去授權 所以他們是水利王國 好 他們現在說 我現在不談工程手段了 因為全球氣候變遷 過了 到了 工程手段不能解決問題 怎麼辦 他們呢 他們呢找了一個研究機構 把荷蘭的研究機構全部整合 把他們的立法機構整合 把他們的各級政府整合 中央政府到省政府 然後呢 然後水利會 因為銀行全部整合在一起 那我們台灣有沒有在做氣候變遷 有 我們過科會可能花一億吧 也許一億不到 就把它切成一百個project 每個叫做哪一個project 每個叫做哪一百萬 吃不飽二不死 那就做了一個計畫 然後呢 最後全部在書家上面 跟我們政府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們台灣的錢 一毛錢都沒有少花 但是呢 我們從來不integrate 都是呢 每個教授都每個人做一個專題 當然也不考慮每個人 所以呢 現在他們怎麼辦呢 他們說這個問題太嚴重 我們先不急的談 全國花兩年 談四千個小時 從女王到大學生 到販夫走出 到政治人物 全部都談 兩年談四千個小時 都不急 我們慢慢來 談什麼呢 談 什麼叫做危害氣候 我們社會能接受多少貢獻 因為農夫接受的貢獻 跟商人接受的貢獻 是不一樣的 然後呢 我們要花多少錢 我們有沒有限制 我們技術的水平到哪裡 然後呢 誰該來做 兩年四千個小時 談完以後呢 最後呢 誰定義貢獻 誰來定義 我定義你定義 一百萬人定 還是大學教授定義 然後呢 全部談完以後呢 最後呢 水利法改了 他們的水利法不再是提防水門抽水戰 跟杜氏計畫結合 水利法改掉了 這是荷蘭常見的一個場景 現在未來要變成這樣 變成人工師弟 這就是一個社會價值觀喔 台灣人一定覺得這樣比較漂亮 對 OK OK